中央社记者陈朝福高雄30日电因应兵役制度转型 桥头地检署与高雄地检署5月1日起实施办理军人逃亡 案件精进做法 当辖区发生军人逃亡案件 将社专则窗口立即掌握资讯协询 而居提未果实际依法发布通缉 桥头地检署检察长王俊丽今天表示 因应兵役制度逐渐转型为目兵制度 国军部队已走向精兵政策 部队专业人员 替代性低 如果部队发生逃兵 可能导致部队无法及时找人替代 影响军事任务进行 致使国家安全受影响 王俊丽说 现阶段役林男子的兵役制度转型为军事训练役 有分为一期四个月 或者每次二个月两期 如在学时有研修军训课程 精抵减后一期更少 不论志愿役或军事训练役 如果未及时发布通缉 依规定停止军人身份 很可能造成逃兵于营外当兵且奉给赵领的情形 王俊丽指出 检查机关在依循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情形下 如果能缩短办理军人逃亡案件流程 将有效维护司法证义并兼顾军事利益 桥头地检署与高雄地检署召集辖区军事单位和基地官兵 举行研商军人逃亡案件精进作法会议 决议如辖区发 升军人逃亡案件 检方将设专责联系窗口建立与部队 宪兵队的联系平台 掌握及时资讯 避免延误办案时效 而经检察官审查符合军司法警察机关现役军人逃亡通缉检合表 即进 刑刑事诉讼法第76条 刑居提 于居提未果实则有检方依法发布通缉 编辑 施燕飞 方佩清 10704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